文水清清北京时间11月8日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76人以100比94击败复兴者拿下一场东部的强强对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球队北京客场已经5连百 奥拉迪波赛季性高夜 恩比德前三节还一堵低迷石 球队能够实现反逆转 关键4分钟应正一起兵舰齐攻 恩比德20分时来把三封盖比赛 一开始76人就凸显出天赋优势 西芒斯平衡着球队进攻 恩比德助力尤其吃 捍卫着球队防守 萨里奇终于觉醒 加之替补断雷迪克稳定输出 76人首节奠定6分优势 可不行者之所以能够高居东部第三 源自奥拉迪波巨星式飞路 以及小萨伯尼斯的成熟 从第二节比赛时 奥拉迪波就进入无法射防模式 行至第三节还有3分44秒处 凭借左部顶三分命中 奥拉迪波已难空下32分 本季以来先高 而小萨伯尼斯从屁股端还有十分西篮板助力输出 若此步行之中以66-15完成反超 关键时刻布朗教练赞停 亮起屏中诸醒 奥拉迪波36分赛季星高 负尔茨推进看见防守空隙 一个加速防球性起飞批后 恩比德换防至奥拉迪波防冲24秒 负尔茨飞过来照右侧考文顿 后者直接一记三分将比分扩大 小萨利尼斯挡拆后 直接五加球的格克恩比德 雷迪克两防全身后考文顿 再完成一次2加1 恩比德在身防守篮板 雷迪克反击站住 考文顿追身三分再重 一波13-5攻击波调比分 定格在78-71 重新保住7分领先优势 莫杰决战 恩比德终于展现出内心优势 强打造半规 扛着两人完成终结 球队抢断后自己前场中扣 二后杀梅特与萨利奇 又相继两立三分 一波14-6攻守流 直接将任差拉大致15分 波格的诺维奇 奥拉迪波两记三分后 小萨伯尼斯 在放篮一波8-0反突 西蒙斯上来 恩比德造 范围二发全收 随着考文顿反击再扣篮得手 76人终于拿下本赛季 首场克场胜利 大帝被小萨伯尼斯格扣 至此定格本场比赛 恩比德 20分时篮板三封改 西蒙斯的16分时篮板八主攻 是拿下比赛基石 克萨奥拉迪波 36分6篮板七主攻 井喷叶 小法伯尼斯提布 端还有16分11篮板输出 球队能够顶住对手反 是考文顿第三节最后4分钟 独续9分流 全场3分4篮板见其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